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又来了 马上呢就要到圣诞节了 现在已经12月份了 还有四个礼拜就到圣诞节了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已经开始圣诞采购了 对吗 今天的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11月份刚刚过去的11月份 董卡斯的市场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 可能都在看房 有些小伙伴们 有些朋友呢是希望能够在圣诞节前买下来 有些朋友不着急 然后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的朋友们问我说 那现在或者是说明年 大概什么时间可能是一个上市卖房的好时机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11月份的这个市场呢 做一个参考 11月份呢基本上房地产在我们这个区域 董卡斯这个区域的市场成绩呢算是出炉了 那么在过去的11月份呢 其实董卡斯的市场中卫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 House的市场中卫价格呢 其实是处在一个148万的一个价格上面 那这个价格相对于lockdown期间 过去的8月份9月份10月份 其实是相对平稳的 就是接近150万的价格 那么在过去的几个里 就是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比如说8月份 我们当时聊的时候 其实中卫价格已经超过155万了 但是那个时候之所以是有比较高的中卫价格 是因为本身市场供应量也比较少 交易也比较少 那么和之前的几个月相比呢 其实过去的11月份 董卡斯这个区域它的交易量是非常大的 总共呢是有51个交易 这里面是包括就是所有的房地产类别 也包括公寓 也包括house 也包括townhouse 也包括unit 那么其中呢拍卖是24个 汇报出来的拍卖成绩 是有100%的一个拍卖的清盘率 但实际上这个100% 并不具有特别的参考意义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拍卖 尤其是一些流拍的价格呢 并没有在这个市场的 REIV的这个网站上面披露出来 所以说会导致这个清盘率并不准确 但是呢已经售出的这些房子 清盘率是100% 那么其中呢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 house的市场中位价格是148万 那么townhouse的市场中位价格是122万6500 这里面包含一些比较高质量的 side by side的townhouse 然后当然也包括一些普通的townhouse 各种各样的townhouse都有 那么其中最贵的一个交易呢 是我们barrow plant卖掉的一套 486号到488号这样的一个开发用地 那这个开发用地它是一个918.5的这个占地面积 其中呢它这个房子也是DDO8 281万 现在呢是有一个老房子在那里 但是它是一个拐角地 而且是比较大的一个拐角地 所以这个价格非常不错 281万 然后那么除了这个sells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嗯 董卡瑟的成交 其实有几个非常非常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几个成交 其中呢24号Rosa Avenue 董卡瑟这套房子是我们公司售出的 那是在11月6号 它的出售价格是179万一 那这个房子的话呢 它是一个拐角地 而且是DDO8 房子的状况还OK 是可以入住的 但是是一个40年到50年之间这样房领的一个老房子 还有一套75号Turana Street 176万一 那这两套房子它共同特点 就是都离Doncastle购物中心 走路大概都是300到500米的一个距离 非常近 然后我们公司还售出了一套9号Frank Street Doncastle 这套房子是165万 那么它带了Townhouse的批文 916的土地 这个就是House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还有一些非常不错优质的Townhouse 价格非常好 非常实惠 可能100万以上 大概接近100到110万之间 你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四房的Townhouse 像我之前在小红书上面给大家推荐过的 31号Harvest Coat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还是非常好的 如果大家准备进入市场的话 我特别特别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关注一些可能价值 性价比各方面比较高 同时也比较有利于咱们将来升值的空间 有比较好升值空间的房子 这是我比较建议大家的一些投资方向 好了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啦 好